我們來看一下結果 你看到 剛剛大家都已經回答完了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第一題 到底請問是高度還是寬度 很顯然的 大家都只有看電視 沒有嘗試 所以你覺得哪一個答案是正確的 當然是少數人的聲音不能忽略啊 一定是影片的高度 竟然有三分之一的認同 我可能老師竟然會射陷阱有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我很單純的好嗎 真的就是影片的高度而已 那為什麼要了解這個 因為你必須了解 你不要往下看嘛 往下看就知道誰回答嘛對不對 這樣會不會很殘忍 好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是影片的高度 其實你來看看 在我們講義上有啦 你們今天都沒有拿到講義對不對 因為我們都在電腦上 所以你要再把它怎樣拿出來看就好 在這邊有沒有教材檔案 直接有講義的簡報在裡面 不然的話我怕印太多 也只是拿去包便檔而已嗎 這樣不太好 你真的有需要就上來看就好 你也可以把它下來下來OK 好那我們看看如果你是影片的話 你們看這邊像這樣子我就進到Youtube上來看 你看到的這一個 這個呢是品質 這是品質 欸我天啊 好來我去找另外一段好了 喔怎麼都這麼 糟糕 都不知道看哪一個好 都不能亂看有沒有 好啦隨便找一個 好你進來這邊的時候我們這個品質 這裡你有沒有發現當我們的那個什麼 就是超過一定數值之後後面做一個HD 有沒有注意到對不對 那這裡呢 你如果看到所謂的這個240 這就是320乘以240 所以有沒有很小 這是像素喔 那360就是640乘以360 480是720乘以480 這個就是有沒有去過租那個DVD DVD就是這個尺寸 我們台灣的是美規的 所以就這個尺寸720480 那麼你在往上之後 就是我們講的HD 高畫質的 那這個是1280 1280乘以720 所以有的早期一些什麼 數位相機或手機 他說我可以拍到HD喔 那這個時候他可能 就是這個畫質而已 只要超過這個以上的都稱作HD 那麼上面這裡的就是1920乘以1080 也就是你現在如果有買 比如說那個液晶電 就是我們LED的電視啦 或螢幕啊 他都會告訴你 絕大多數 應該說現在全部啦 全部都是支援到Full HD 就是到這邊 請問他有沒有更高的 有沒有 你覺得有沒有 有對不對 所以你有沒有聽過 2K 4K 有沒有 因為現在螢幕越來越大嘛 所以如果你看喔 我們在這裡4K 這GoPro的喔 看一下 點到這裡 有沒有再更高 你看再上去還有沒有 對不對 那請問4K以上還有沒有 有 8K 有沒有8K的 更可怕對不對 不過 我必須告訴各位 現在的電腦 原則上編輯到Full HD 剛剛好 差不多啦 你在網上請你買好一點 不然檔案非常大 檔案非常大 以前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 手機 或者你的數位相機 還是用DV錄影過 檔案會不會很大 檔案都蠻大的對不對 你看我們一片DVD 一片DVD 單面單層來講 一個小時是不是4.7G 對不對 一個小時就要4.7G 這還是壓縮過的喔 所以如果你是原生的 哇 那就更大了 那就更大 所以其實 電腦的 我們在電腦這個處理的部分喔 可能就會比較慢 那當然我們今天會用到那個 威力導演的部分 威力導演部分 今天會讓各位把專輯帶回家 蛤 啊沒有帶神經理不是玩的 你以為我會拿盜版的給你 當然不會 我都是拿正版給你 蛤 我沒有花錢 因為他本身就官邦 就特殊免費版 但是不是有那個使用期限的 但是有功能限制啦 可是可以做到Full HD 可以做到Full HD 所以我們今天上課 都還可以用得到 這樣OK嗎 好 那我等一下會告訴你 不用偷偷告訴你 我光明正大告訴你放在哪裡 好 那這是第一個 這樣了不了解的 所以這樣有沒有發現 以前原來你只會選數字 但是不太了解意思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 如果你是那個相片的部分 我們先看這裡好了 你看我們螢幕解析度 按右鍵不是有一個螢幕解析度嗎 你覺得我們螢幕解析度 有沒有覺得這個很熟悉 你給你看看 1920 1080 1280 720 有沒有覺得很熟悉 了解喔 你們家現在應該螢幕大多數都是什麼 都是寬螢幕比較多吧 所以應該都是這幾個選項啦 像這種的 不是16比9的 你如果以我們現在寬螢幕調整這個 有沒有看起來就是怪怪的 那比例上就會怪怪的 所以如果你比例不正確 所以你在螢幕上看起來不是變胖就變瘦 對不對 像我們早期那個 剛把類比的轉換成數位的時候 那時候電視台的Mail都是四四方方的 有沒有傳統的 可是你放到大 那個一般的16比9上看 哇人就變得什麼 怪怪的 就變得怪怪的 所以這個是像這樣 所以你看 這裡呢 我們就要延伸到第二題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一下 第二題 這個大家就比較常識一點 有沒有 多數人講的是對的 就是長這一塊 像素就是長這一塊 幾百萬像素就這樣算出來 那 你知道你自己的數位相機或手機 可以拍的那個 是幾百萬像素嗎 以前你都沒有特別問對不對 只跟老闆講老闆 最好的螃蟹出來 要買的時候 你不是說老闆最好的螃蟹 我看看 我沒有買 那這個呢 很久的一個工具 你沒用的 小算盤 有沒有 但是你沒用到工程型的 用這樣就好了 你看我們一般的 三百萬像素大概是這樣子 當然每一台不見得完全一樣 會有略有差異 來你看一下 2048乘1536 請問這是幾百萬的 這是三百萬 這樣號稱三百萬 那如果你是五百萬的 很多是四百九十幾 四百八十幾 反正接近就是這樣號 五百萬的 那也許有的有超過 但是呢 原則上 如果你是三百萬像素的話 大概是一メガ 就是檔案大小 大概是一メガ上下 因為我們大部分 大家平常的 最常用的格式是叫JPG 對嗎 那如果你是這個格式 因為它本身會壓縮 所以有可能根據你 拍到的那個內容 不一樣 所以那個會有一些壓縮 但是在一メガ上下 如果你是五百萬像素的 五百萬的 五百萬的 大概就一到兩メガ中間 所以你可以發現很明顯的 像素越高會怎麼樣 檔案一定越大 所以很多人用到最後是一個情形 我雖然可以拍到一千兩百萬 但是只用五百萬 為什麼 因為檔案太大 要處理的空間 是不是就比較大 你的可能記憶卡也好 或者是網路上空間沒那麼大 所以就會自動把它放比較低一點 所以這個是像這樣 那你看一下囉 我們剛剛不是在看螢幕解析度嗎 為什麼要給你看這個 因為你看 即使我調到1920x1080 我們在影片上來講 自己已經達到Full HD了 請問1920x1080是幾百萬 蛤 快點來算看 反正沒人要心算 乘以1080 請問是幾百萬的 是不是兩百萬而已 所以其實你在做影片的時候 請問要不要拿那一千開千萬的來 沒有啦 浪費 對不對 除非說你要放大縮小有沒有 可能我照片大 可是我要放大縮小 或者是你要留那個原始檔 欸我要去三明路那一條是怎麼接 我們台中 對啊 對啊 你是不是結婚的時候 你一定要四十五十五十五 很大張會嚇死的那一種 你要一起那麼大張的 是不是像素材比較大一點 因為一般我們四乘六 我們大部分現在如果有洗照片的話 我知道大家很久沒洗照片了 但是如果你曾經要洗過 就是洗過照片的 四乘六 大概是三百萬像素就夠了 三百萬像素就夠了 所以如果你要洗比較大張的 當然尺寸那個 像素就必須多一點 不然洗出來 就跟現在七月一樣 沒有這樣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個是 我們在這邊要跟各位提醒一下 所以其實如果你要用在所謂的影片上的 其實像素真的不用太高 你只是太高進來 只是怎麼樣 你編輯的時候會變慢 因為他讀取 但是對你本身就是影片的那個像素 就是解析度來說沒有太大的幫助 所以這個你可以注意一下 好這樣這兩題應該都會了吧 OK